为了推广中华文化 在马六甲七里村举办的国际关公文化节 增设了各类活动 尤其是首次结合画作和书法作展览 当局也特地主办了 领然正七杯全国硬笔书法比赛 那比赛就分成四组来进行 评审在每组冠军出炉以后呢 再从中选出一份卓越精英大奖 这份大奖最终是由参与老师组的 巴达林在野玉彩小学老师蔡庆豪获得 这幅作品呢 精的是在它能用硬笔书写出炎体的这个精髓 这个是一般这个书写的这个方式 就是硬笔方式是不容易表达出来的 如果说一幅炎体以毛笔的方式 来呈现那么会比较容易体现 毛笔书法跟硬笔书法上面呢 都是学习蛮久了 然后需要很长的时间呢 才可以把这些书法呢给学好 这场由大马关公文化推广中心主吹的比赛 分为了小学 中学 教师以及公开组 评分着重在传统书法的功底 以及看参赛者如何用硬笔书法 以流畅又自然的方式体现汉字之美 比赛之前接获全国各地超过5000份作品 再从中选出211份在今天的总决赛一较高下 今天的活动也吸引国内30多名书法家参与其胜 感谢观看